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逢到十二年的时候就出状况 出一些大的事情 而且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简单重复 1917年十月革命跟共产党有关 1929年大萧条开始 因为西方社会的大萧条 使得很多人崇尚着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当时苏维埃得以昌盛的一个很大的理由 当时也是因为这些事情造成了 所谓中共本身的苏维埃的当时的 在国内的被人们能够接受的一个因素之一 1941年 日本人袭击珍珠港 变成了轴心国成立 第二次大战进入了太平洋 整个二次大战形成了一个场面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海外叫做韩国战争结束 斯大林死亡 这一次再次跟共产主义阵营有关 1965年海瑞罢官 这是1965年的11月份 当时的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涵 被因为海瑞罢官这件事情被干掉 专而到了第二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干 到了1977年 1976年 毛泽东嗝皮着梁大海棠 然后当年也出现了大地震 对吧 死了几十万个 四人帮倒台 到了77年 华国锋正式上台 结束了整个文革 恢复了高考 这是12年 而这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30年的划分 是以77年作为划分的 前30年 后30年 胡韦普高考之后 12年之后 1989年 六四 大家注意这些都跟共产党有关的 八九六四 而事情发生是全球性的 到了2001年 大家把目标全集中在 911事件上 911事件上 其实我突然意识到忽略了一个问题 2001年1月23号是个小年 那年没有大年30 只有29 在天安门发生了一次自焚事件 这就是所谓的天安门广场 法轮功学员自焚 自那之后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成为了人 很多人认为他们是不好的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引发了整个 甚至国际社会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产生负面 印象和想法的故事 那件事情 是在中共的整个的警察 与新闻媒体的宣传之下 参与之下发生的 对比今年 奢业 刚刚发生的天安门的爆炸事件 再一次着火 人死了 类似自焚样 但新闻的处理方式和警察的处理方式完全是相反的 这是我觉得在昨天我在看到相关内容的时候 特别是时代周刊登了一篇文章 美国的 让我非常的触动 想到了这样的对比 那在做这样的对比之前 最新的发展 BBC报道这么说的 天安门袭记 新疆军区司令获遭免职 这是三号 也就是同一天 新疆日报报道讲 新疆军区政委刘磊 被任命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和常委 同时宣布自治区的司令员彭勇 免除他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委员的职务 为什么先把军区司令员干掉呢 军队如果是国家的话 他的目标冲的是外面 如果军队是党的话 镇压以维稳的身 这种职责更高的话 那他这样的免职就是正常 新疆军区司令员被免职的两个小时之后 BBC报道另外一件事情 车撞天门事件 新疆书记张春贤IP 他讲在28号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中共政治局立刻召开会议 因为事件发生在政治上极端的敏感 保安又极其严密的天门城楼之下 让整个中共上层感到非常震惊 但是在处理手法上 同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概念 时代周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时代周刊的文章题目叫做 中国政府说这样恐怖的爆炸在天门广场不是什么大事情 他就是一次恐怖袭击嘛 所以只要保证他不再发生就完了 非常低调 文章一开头 因为是英文的了 上来就解释 中宣部下出指令淡化事件 不许把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 不许把这件事情作为主要的新闻处理 在微博上必须删除等等等等等等 他主要是讲了这件事情很简单 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文章的所讲述的内容 主要是讲说给新疆人和维吾尔族人 带来了很大的恐慌的这种环境 最后他提到的是环球时报 国内的 说环球时报说了 在中国祖国的强大 党的伟大 这样的恐怖袭击 根本汉不动党的根基的 汉不动这个国家 他就是小菜一盘 张批吃豆芽 小菜一丁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为什么讲 这是中共新闻处理方式的不同 处理方针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而中共的武警公安国安 在天安门广场上 这样的事情 突然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处理 他们没有能力阻挡这个车辆奔驰500米 他们没有能力灭掉烧焦的车 那辆车被烧焦了 对吧 烧的骨架都有 然后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灭火桶 没有看到一个灭火器 没有看到一张灭火毯 我们看到的警察是束手无策 我们看到的整个车辆被炸毁了 12年前 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另外一件自焚事件 你如果上到法轮功学员所自己做的网站 明慧网 它有一个资料馆 资料馆里面有一个分类 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件 里面有太多的内容 包括世界媒体的报道 这世界媒体报道当中比较著名的 荷兰的国家电视台的播放 有关自焚的真相的录像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直接讲说 调查显示天安门自焚 是中共上层蓄栽赃的 华尔街时报直接讲说 法轮大法将面临进一步打压 紧跟着被指称为其成员自杀 而北京匆忙发布另外一件自焚事件 法新社直接讲 中共禁止烧伤者被家人探视 华尔顿邮报讲 做出历史证言 而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那这篇文章是当年2月5号写的 这是个非常令人震撼 那是一讲当时是假的 你可以找到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录像片 在那一次突发事件当中 中央电视台有着充足的前瞻性 在拍摄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件 有长镜头 有短镜头 有特写 有大的场面 什么都有 你拍电影都全 但你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汽车撞蓝事件 中共没有任何的录像片 中共在新闻网络是封杀的 在当年12年前天安门广场所谓自焚事件发生的时候 中共两个小时之后在大家过年的那个时候放的新闻录下 放的新闻采访 放的焦点时刻 放的一切一切的新闻追击 他只用两个小时 他的电视片就都可以做出来 在今天发生了这件事情 四十八小时 他连个屁 连个臭屁 连个孽屁都没放 我问你为什么 对吧 我问你为什么 我讲过 作为新闻的概念来讲 他的责任是把事情真相追出来 他的责任是最快的时间把事情的当时的情况展现给大家伙 同样的发生在天安门 同样的人的自焚 同样的新闻概念 为什么反映出来是大相径庭 十二年前他可以那么迅速 十二年之后他可以两天没有屁 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 警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跟前 有灭火器 有灭火桶 有灭火毯 抽羊角风啊 警察在天安门广场戴一灭火毯 你说天太冷了 没棉袄啊 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在今天的大火当中 我们看到的照片 在中央电视台你根本就看不着的照片 人们就在那站着看 警察就在那站着看 他不知道如何适合 我问你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想拿出我们不用不怕不失货就怕货比货呀 我只想要真相 每一个人都要有权利要真相 今天中共的当权者你有责任 你有义务 还给每一个人事情的真相 这是你做人基本的职责 这是你被称为人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否则就不是人 同样发生在你跟前 同样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同样的做法 同样的内容 却处理上完全不同 当年制造这个事端的 12年前制造这个事端的人 今天还活着 但是今天他们的实际的权利没有了 而今天你上位的人 你有责任 你有权利 你也完全有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人 是鬼 是魔 自己选 老百姓一句话 出来混 做了就得还 当你今天面对这样事情 而不把真相给普通人的话 你就是诸咒为虐 你记住 人死了 有人上天堂 有人下地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